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做客百家讲谈 为您精彩讲述王力群独史记 汉武帝之斗英之死 斗英实际上是在元光四年的12月29日 也就是元光四年12月的最后一天被处死的 那么斗英之死是武帝初年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因为汉武帝初年第一个被杀的宰相就是斗英 到底他的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这一集做一点分歧 我先讲第一个原因 斗英之死的原因非常多 第一个原因是斗英自身的原因 斗英自身的因素呢 最重要的也就是第一条 就是受贯夫的拖累 他实际上受贯夫的拖累 把他拖一步一步拖进去 这个受贯夫的拖累这件事情的话呢 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田丰婚宴 在元光四年出现了这个 就是王太后下诏 叫这个田丰举行一个盛大的婚宴 这个婚宴呢 要求是所有在京城的 竹后 大臣 都要去参加 这样一来的话 他斗英就要去参加这个田丰的婚宴 斗英去的时候呢 他就想拉着贯夫一块去 本来这个贯夫不愿意去 结果他找到贯夫家 动员贯夫去 贯夫坚决不去 贯夫说了一个理由 而且这个理由说了很有道理 他说我已经多次因为这个喝酒啊 得罪了这个田丰了 现在田丰这个婚宴 这个酒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喝 斗英说你必须得去 你们俩的关系不是已经讲和了吗 没有事情了吗 为什么不去了 就这么死说活说 死拉硬拽 把贯夫给拉过去 根据史记魏姬武安侯列传的记载 贯夫被斗英拉去参加田丰婚宴后 因为婚宴上的三件事情 使他内心憋了三把火 于是贯夫就在婚宴上 借着酒劲闹出了一个惊天大案 牵出了一连串的悲剧 那么在田丰婚宴上 贯夫内心憋了两三把火 他又闹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个事情呢还是从敬酒开始的 因为在这个婚宴上 这个宾客之间要相互敬酒 首先敬酒的 当然是新郎官田丰婚啦 田丰一敬酒 就出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 叫避习 什么叫避习呢 避习是一种表示对敬酒人很尊敬的一种礼法 避习就是指被敬酒的人起身 离开自己的座位 那个习就是你那个座位 避习就是离开你的座位 这就叫避习 所以田丰敬酒 所有的宾客都避习 这个很容易理解 田丰是太后的弟弟 是皇帝的舅舅 当朝的宰相 红的发紫的大红人 大家来喝酒 都是冲着田丰来的 再加上他是新郎官 那么所有人避习是很自然的 等到窦英敬酒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只有那些和窦英有过交往的老人避习 另一半人不避习 这个不避习还有一个称呼 叫西习 什么叫西习呢 避习是离开座位 西习是没有离开座位 但是嵌了嵌深 你想想 臀部放在脚后跟上座 如果你把你的身子稍微嵌一嵌 那是不是就形同了一个贵的姿子 这就叫西习 这个了显然对竹 对这个敬酒的人 不太尊重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窦英已经是个时事的诸侯啊 很多人觉得这个了 这个人已经没有不得势了 很多人就不太把他当回事 所以在窦英敬酒的时候 有一半人没有避习 这让贯夫很看不惯 贯夫心里就憋下来了 第一把火 然后贯夫起来 这个敬酒 贯夫敬酒 首先是敬新郎官敬天分 田分也是欠了欠身 这个这个西习没有避习 而且敬了酒又没有喝完 大家知道敬酒的时候 一饮而尽 这叫感情深 一口闷 一口喝完了 那么你敬酒喝了一点 显然就是不太客气 这贯夫心里就憋了第二把火 但是这第一把火 他没法发作 第一把火是因为 有一半的宾客 对窦英不尊敬 对窦英不尊敬 干你贯夫什么事啊 他这个火发不出来 等到他敬酒的时候 田分对他很不礼貌 他又有一把火 这个火也发不出来 这叫什么呢 那个叫发不出 这个叫不敢发 你这个时候你要再发作 你不是找死吗 不敢发 结果他敬酒 敬到他一个本家兄弟 也就是敬到 灌贤的面前的时候 灌贤并没有在意 刚好和另外的一个著名的将军 这个人叫成不实 成不实 成不实这个时候的职务啊 是常乐宫的魏魏 常乐宫是太后的寝宫 魏魏是常乐宫的警卫队的 他两个人正在咬着耳朵小声说话 没有看见贯夫 贯夫这就第三把火来了 这三把火前两把火一个是不能发一个是不敢发 到这个时候三把火是一块发 他逮住灌贤 因为他他两个是本家兄弟 也就是灌夫一灌贤 然后他就骂起来了 这个骂 这就是史记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叫十九骂座 所谓的十九骂座 就是敬酒的时候 骂起来了 当然这个话骂的还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 还不算很难听 他说你这个灌贤 平时说起来成不实都是不值一文钱 现在我来敬酒 你竟然给成不实两个人咬着耳的说话 就像那小丫头一样 叽叽咕咕 骂了一通 他这一通一骂了 当然灌贤的这个部分比较高 灌贤的没有坑气 成不实也没有坑气 这两个人呢 确实没有避袭 也自知理亏 也就没有反应 但是有一个人做出反应 反应之快 反应之犀利 令人震惊 这个人就是田芬 田芬做了个什么反应呢 田芬就把这个话茬接过去了 其实本来骂的人是骂的灌贤 当然灌贤这个骂也是指桑骂怀 指着灌贤骂田芬的 而这个时候灌贤没有搭话 田芬把这个话接过去了 因为灌贤没有文章可做 所以田芬这个话 就把从灌贤那跳过去 直接跳到成不实那 他就说 说成不实和李广 是东宫和西宫的卫位 也就是皇帝的寝宫 和太后寝宫的警卫队长 你今天当众侮辱了 成不实将军 你把李广将军置于何地 这个话是非常恶毒的 他跳过冠贤 他粘出来一个成不实 又从成不实又挂出来一个李广 而成不实给李广这两个人 是不能够随便骂的 这两个人有一个特殊身份 李广是皇帝寝宫的卫队长 成不实是太后寝宫的卫队长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打狗也要看主人的面 这两个人你能随便骂吗 他是谁的人呢 一个是皇帝的卫队长 一个是太后的卫队长 所以田芬这个人呢 反应非常快 而且田芬这个人非常阴险毒辣 他这个话说得很凶很厉害 如果光骂冠贤 这个他就不能上纲上线了 这个地方从冠贤跳过来 跳到成不实又成不实捏出来李广 一下子把问题上纲上线了 冠夫杀 本来这个时候冠夫应该封口了 不能再说了 冠夫这个时候喝了点酒 仗着点酒劲 在家庭的肚里的三把火 他就冒出来一句话 说你今天就是杀了我的头 我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李广 还有一个仇不实 这个话一出口就说过了 这个话一说 等于是给田芬两个人直接交了火 本来来喝酒的宾客是来喝喜酒的 一看这个架势 所有的宾客都知道 今天这事麻烦 这个酒比鸿门宴还厉害 所以三十六计走位上级 那些喝酒的宾客的借口上卫生间 一个一个都溜了 斗云一看形势不好 拉着冠夫就想走 但是冠夫这时候已经走不了了 田芬又说了第二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今天这个宴会 这个婚宴 是王太后的诏书特许办 冠夫十九骂座 是对太后的大不敬 这个刚上的就更高了 对太后大不敬 那是要杀头的 他就让自己手下的骑兵 让他的卫队 立即把冠夫逮捕起来 冠夫就被抓了 当场被抓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劝 这个人就是 我们上一集讲到的 田芬派过去 到窦英家里面 要窦英城南田的门客 叫吉夫 这个人倒是一番好意 我们上一集讲他的时候 他就没有把窦英 这个冠夫的原话 告诉田芬 他本来是个好意 这个时候一看 情况不好 他就使劲按这个冠夫的脖子 意思就是说 屋檐之下低低头吧 低低头不就过去了吗 谁知道这个冠夫这个脖子呢 没有颈椎病 你是越按 他是越往上挺 你越按他越挺 他是死活不认 不低头 你越按他越要硬着不低头 这一下子 田芬就更来火了 立即把他的长使 丞相府的长使 就相当于秘书长 招过来 就说 今天这个宴会 太后有诏 灌夫这样做 全是我平时对他 灌得太狠了 我太灌他了 把灌夫抓起来 而且立即下令 把灌世家族的人全部逮捕 一个不放 田芬之所以下这个命令 是因为他害怕灌夫家的人 有一个漏网的人 他就可能 暗动那个核武器的那个按钮 把那个核武器给引爆了 所以他借了个机会 把灌世家族 灌夫抓 当场抓 灌夫家族的人全族抓起来 在前面的角度中 王力群先生分析 田芬因为害怕灌世家族 有人泄露和置他于死地的核武器 也就是泄露他曾经和淮南王 模仿的眼睛 出于这种担心 田芬才见灌夫 十九骂座的机会 把灌夫和他全族的人都抓了起来 根据史记 魏姬武安侯列状的记录 魏姬侯窦英 想花钱私了 把灌夫救出 但没有人 那么接下来 窦英还会采取什么办法 去营救灌夫呢 这最终给他带来了 什么样的影响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王力群独史记 汉武帝之 窦英之死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瞎讲寒蓝目 辛苦了 今天我请大伙喝酒 喝好酒 上来 珍藏石教 承担天下 中国口子教 三峡原生态 水美 地灵 人节 浓浓 三峡情 滴滴 道花香 澳幼幼儿奶粉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三项独特配方 宝宝能力多 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 澳洲澳幼 甜美食客 总有三泉灵汤圆 三泉灵汤圆 味美香甜甜 三泉灵汤圆 千秋酒印 本色春香 中国驰名商标 恒水老歪肝 清晰今生 我心永恒 周大生主宝 一统天下酒夜 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在整个冥王行星六十年的讲述中 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的图现 延缓了大明王朝衰亡的脚步 他的千古其冤 导致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崩溃 他就是明朝一代名将袁崇幻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部会长袁崇宁 在完成了冥王行星六十年的讲述之后 再度回首人崇幻 鲜为人知的早年岁月 重现冥王清兴六十年之英雄家世 天坟在自己的婚宴上 借口冠夫对太后大不敬 把冠夫和他的全族人都抓了进来 那么魏姬侯窦英 采取了什么办法去营救冠夫 窦英最后的被杀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这个事情就非常严重了 冠夫可以说是危在旦夕啊 窦英就挺身而出去营救 去救这个冠夫 他背着他家里的人给皇帝上书 说这冠夫这个罪是喝多了酒 酒后誓言呢不值得杀 而史书记载呢叫尚染之 就是皇上同意这个窦英的探访 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件事情上 汉武帝是同情贯福给窦英 而且赐魏姬时 他招待魏姬侯吃问饭 怎么处理呢 汉武帝提出一个准备方案 叫这个东朝听辩职 东朝就是东宫 就说这件事情的处理啊 到太后的寝宫来一个当众辩论 这个主意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下面会讲到啊 说到东宫去辩论 然后把文武百官都召集到 王太后的寝宫里边来商议这个事情 两个人到那以后 杜英首先说 冠夫是利有大功的人 无处其国之乱他利有大功 他这不过是个小过错 你不能因为一个小过错 就杀了一个利有大功的人 然后呢 田芬就死咬着冠夫 在影音带是个豪墙 这个豪墙按照国家的政策 是必须要除掉 两个人就顶上了 顶上了以后 这个斗鹰一看没有办法解决 斗鹰就开始接 田芬的短 但是斗鹰在截短的时候 斗鹰没有引爆那个原子弹 没有提这件事情 而田芬的话呢 说话就非常饿了 他说我 无非就是爱好土地 金银女人房子 我有什么大错 我不像斗鹰像冠夫 他们整天在家里边 不是看天文 就是看地底 总想着皇上跟太后有点事 他们好立点功 他这个意思 暗含的意思就是说 冠夫和斗鹰是策划于密实 点火于基层 这两个人想谋反 这个话说了 就非常恶毒的 他自己谋反他不说 他把这个谋反罪夹在了斗鹰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一看着两个人争来争去 没有个结果 就让大臣们发表意见 这个大臣们只有一个人说话 这个人就是御史大夫韩安国 韩安国怎么说呢 韩国说冠夫这个人立有大功 久后失言 像这种人没有大错 不能杀 魏姬侯说了对 再一个呢 田芬丞相说他的家族 在尹川 在这个尹川这一带的为非作歹 那么他这属于什么情况呢 他属于那个树枝 树枝比树干粗 小腿比大腿粗 要不拒掉 将来会有麻烦 所以丞相说的也对 最后一句话 为民主才知 还是希望圣明的君主去裁决吧 汉武帝搞这一个东朝听辩 他其实 这个事情本来他可以处理 他为了得罪这个皇太后啊 他其实想让朝臣们支持 都应支持贯福 然后用朝臣之嘴 以封太后之口 他是这样想的 他没有想到韩安国来一个 魏姬侯也对 武王侯也对 你来裁决 等于说是 汉武帝把球踢给大臣 韩安国回了个球 又踢给汉武帝 汉武帝想利用朝臣 但是做大臣的有几个是傻瓜 谁愿意被汉武帝当个枪头来利用 来对付太后啊 谁也不想做这个枪头啊 所以汉武帝这个东朝听变 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对于这个窦英给填分来说 他们两个的关系 本来他们两个没有正面冲突 他们两个在东朝听变的时候 他们两个把脸皮彻底抓破 中国人是很讲面子的 两个人的关系不好 只要还有一层脸皮不抓破 这还有一个和解的机会 一旦两个人彻底把脸皮抓破 这个就一点和解的机会没有 结果这个东朝听变 就让武王侯田分和魏姬侯斗英 两个人的关系彻底的公开的决裂了 换句话说 田分的婚宴和东朝听变 这两件事情导致窦英 卷入了这场矛盾 这是一个原因 他受贯夫的脱累 这个窦英啊 他自己的第二个过错 就是孤寂不做 因为他当时从那个田分家里回来 他要向皇上上书的时候 他家里人不让他上书 他的夫人阻拦他 说贯夫得罪的是太后之家 这谁能救得了 不让他上书 结果窦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猴自我得之 自我捐之 无所憾 这个话的意思说了 魏姬侯这个猴 是我立功得到的 然后又从我这儿丢掉了 这我得了猴 我又施了猴 我没有遗憾 从这个话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窦英估计这件事情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把猴给免了 对吧 他没有想到是个死 孤寂不足 他这个孤寂不足 包括对汉武帝的孤寂不足 对王太后的孤寂不足 对田分的孤寂不足 对整个事态的 最后的严重性的恶果 孤寂不足 他要是有了充分的孤寂 他不会往坑里跳 这是魏吉侯斗英 他最后被杀 就他自身来说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遗诏事件 这件事情以后 这个汉武帝就就恼火 这个气愤的就回到太后宫中间 给太后请安 结果王太后呢 绝食 不吃饭 王太后说什么呢 王太后说 现在有我活着 人家都欺负我弟弟 假如我要是死了 人家还不定怎么欺负我们家的人呢 说了这话以后 绝食不吃饭 汉武帝就没有办法 汉武帝说 他本来这个事情 找一个法官就能处理掉 不过是牵涉到两个外妻 所以要辩论一下 就这 王太后不依不饶 汉武帝迫于王太后的压力 不得不把窦英给抓起来 所以窦英在东朝听变以后被捕 窦英被捕以后 没有办法 窦英就想起来 汉景帝在临死之前 给过他一道遗诏 这个遗诏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说事有不便 以便意论上 如果你今后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的话 你可以拿出遗诏 直接向皇上报告 这个遗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向皇上报告事情 当你不能向皇上报告事情了 拿出遗诏 你可以向皇上报告 在窦英被抓起来以后 窦英就让他的侄子把这个有遗诏的事情报告了汉武帝 汉武帝一听说窦英家里边有景帝的遗诏 这是大事情 立即派人去查 查那个皇宫中间的存档 一查 没有 这下子麻烦了 结果这个赵书呢 只有窦英家里有 还是窦英家的家成 就是他家的总管盖了个章 皇宫中间没有存档 没有副本 好 这样一来 窦英不但这个遗诏没有救了他的命 还落了一个伪造遗诏罪 根据史记魏京王王列传的题材 窦英拿出的景帝遗诏 在皇宫中是没有存档的 那么 这个遗诏到底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遗诏 皇宫中不可能不存档 如果是假遗诏 窦英为什么要在 自己被捕入狱后拿出来 对于遗诏事件 王立群先生是怎样分析的呢 广告之后 经济起关注 王立群独史记 汉无地词 窦英之死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伤者如水 淡定自入 举手间 气度彰显 一统天下 盛世中国 经典商务永久 你快回来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 药的根本是疗效 京都念慈安 蜜脸穿背 琵琶膏 润肺 话坛 止咳 平传 我的声音 我的念慈安 宝宝宝 宝宝优秀 妈妈成就 三路优家奶粉 特别添加 一生缘 DHA 独特智乎配方 让宝宝健康成长 更优秀 三路优家奶粉 刻苦的学习 投入的工作 快节奏的生活 可能导致眼睛干涩 酸胀 眼疲劳 点润结 润疏营养 不干涩 妈 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 那你路上小鸡点啊 好好好 我们出了到家 出了到家 那快点开啊 喂 我这就上车了 妈 妈 就她里的 妈 妈 妈 放大幸福信号 传递团圆消息 中国移动通信 教育伴随终生 科学改变生活 文化影响世界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代理 庄子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代表人 如果说孔子是独家的代表 庄子就是道家的花人 庄子看破名利 看破生死 善用预言故事 讽刺挖鼓 追名逐利的小人 但庄子的思想 对我们现代人 会有什么启示呢 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 余丹教授奖 余丹庄子新德 斗鹰是在自己被捕入以后 为了救自己 才拿出的景帝遗诏 从常理说 这不应该是假的遗诏 但遗诏 在皇宫中 却找不到副本 那么景帝遗诏 究竟是真是假 对于这个问题 历史上究竟有几种说法 王立军先生 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第一种 窦鹰伪造 窦鹰伪造的遗诏 这就是说伪造说 有没有可能性 我觉得不可能 两点 第一 窦鹰这个人 我们从他的为人来看 是个耿直的 不懂权术的一个大臣 他不可能伪造 第二 窦鹰是在什么时候 把遗诏拿出来的呢 是在他被关在狱中的时候 他拿出来的 他想用遗诏救自己的命 如果这个时候 他拿出来一个伪造 不但教不了他的命 而且是罪上加罪 所以不可能 伪造说不能成立 第二种说法 没有存档 汉景帝有一道 没有存档 有没有可能性 没有可能性 我们所有的说法 都按逻辑推理的时候 没有可能性 历来皇帝的诏书 就是两份 有正本 有副本 还要登记造册 不可能不存档 所以不存档 不能成立 第三种说法 毁诏说 把诏书给毁了 毁诏呢 又分为几种情况 说王太后给田峰毁了 这是一说 王太后给田峰毁诏 可能性也不大 为什么呢 这个遗诏的本身 并没有任何威胁力呀 就是说你可以向皇上报告 这个遗诏没有任何的威力 就是他没有杀伤力的一个遗诏 所以没有必要毁掉他 第二 毁诏谈何容易呀 王太后给田峰再有权势 但是皇宫中间 诏书的管理有一整套严密的制度 毁诏是很难的 另一个说法 武帝 这个 武帝毁诏 武帝毁诏也不可能啊 第一 没有必要 这个诏书丝毫危机不到汉武帝 汉武帝凭什么要毁这个诏书呢 没有必要啊 这是第一 第二 汉武帝本身是同情窦英的 那你把诏书毁了 等于给窦英加了一个伪造诏书罪 有这种可能性吗 没有 有一个清代的学者叫沈清涵 沈清涵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什么呢 主管档案的人 害怕田峰 他向皇帝打了个假报告 皇帝叫他查 他说没有存档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没有根据 很难讲 那么 遗照事件我们应当怎么看 我觉得 我们分析了遗照事件 所有的可能性 存在的几率都很小 但是我们所有的分析 都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 比如说 汉景帝并不恼恨窦英 他不可能给他个遗照 然后故意不存档 让窦英什么时候一拿出来 窦英就得死 我们都是这样推理的 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是逻辑推理的 但是历史往往有非逻辑因素出现 就在我们上书 所有的推理种种不可能中间 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环节中间 出现了一个非逻辑因素 历史没有记载 我们今天不知道 这个环节的出现 导致窦英被杀 所以这就是我对遗照事件的这个看法 汉武帝迫于王太后的压力 一咬牙 把窦英给杀了 因为汉代实行的还是秦代的立法 以十月为遂守 袁光四年的第一个月十月 官夫被杀 十二月第三个月 窦英被杀 到了春天 田坟也死了 司马迁在《史记》《未经五安侯列传》中记载 窦英被杀 是因为他拿出的景帝遗照 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副本 他是因为伪造遗证罪被杀的 但根据王立群先生的讲述 我们知道 窦英首先是想救出在田坟婚宴上 十九罢座的贯夫 但又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而导致自己 最后才因为伪造遗证罪被杀 那么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导致窦英最终被杀 对于这个问题 王立群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他这个被杀的第二个原因 是田坟 是窦英最后被杀 跟田坟的关系很大 东朝听辩的时候 他公开地说窦英谋反 这是很恶意 第三 关于大臣 那么窦英之死 我们分析了窦英的原因 分析了田坟的原因 大臣们有没有责任呢 大臣们的施语 是涉于太后的威势 大臣们不敢说话 最敢说话的是那个韩国 也是魏姬侯事也 武王侯事也 为民主才智 这说明大臣们是无奈 大臣们有责任 但是大臣们很无奈 第四个人 太后 在窦英被指死这个问题中间 王太后的责任不可小觑 这个人责任太大了 婚宴的诏书是他下的吧 有了他的诏书 那么田坟才能敢于抓贯夫啊 而且在东朝听辩的时候 大臣们为什么施语呢 是因为太后的权势啊 而最后他又拒绝吃饭 用绝食要挟 威胁汉武帝 所以他有很大的责任 最后一个人 汉武帝 在斗英之死中间 汉武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武帝是同情斗英 但是他最后他处死了斗英 汉武帝是恨他的舅舅填分的 但是他却重用了天分 所以汉武帝这个人啊 我们在前面讲到 斗太后把玉石大夫赵宛 郎中令王赃投入监狱的时候 汉武帝已经表现了他的冷酷 在斗英之死中间 同样表现了汉武帝的自私和冷酷 其实他完全可以把事情处理完 完全可以处理完 不至于杀掉斗英 但是他为了不得罪他娘 不得罪太后 他想利用大臣 没有利用城 最后搞了一团糟 所有这些人最后的决定前 在他手里边 最后他处理了不好 所以汉武帝 他的冷酷给自私 自私也是导致 斗英最终被杀的重要原因 我们以上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斗英之死 斗英之死的确是武帝初年的第一桩大冤案 这桩冤案的发生是因为王太后对皇上的干预 也就是说年轻的汉武帝虽然在他的上面两座大山去掉了斗太后一座大山 还有一个大山在压着他 就是王太后 所以汉武帝尽管斗太后死以后已经负担很轻了 但是王太后在个别事件上还在干预他 但是毕竟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 尽管王太后在某些事件上可以撤他的轴 这个给他施加一点影响 但是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汉武帝 汉武帝注定要完成历史所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他必然要有一连串的动作完成他称帝以后的事情 那么汉武帝在斗英死以后 他的眼光又会投向哪里呢 请看下集汉兄交兵 谢谢大家